多国人士认为 中国加强抗疫国际合作 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积极贡献 中国携手世界各国抗击疫情 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29号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 抵达老挝首都万象 随机携带了医疗救治 防护用品及药品等 中方捐赠的医疗物资 专家组一行12人 将与老方分享中国抗疫和诊疗经验 支援老挝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同一天 中方捐赠的防疫物资 送交尼泊尔方面 将分发到尼泊尔全境 七个省份的抗疫前线 在尼泊尔防控疫情 蔓延的关键时刻 中国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再一次验证了 我们两国之间真诚的友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这一刻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多国人士认为 中国积极分享疫情防控经验 向多国提供帮助 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抗击疫情 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网上知识中心 向全世界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 中国用实际行动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中国帮助正处于疫情威胁下的国家 这展现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 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每个成员都应积极配合抗击疫情 我认为中国在抗击疫情上的思路方法 所取得的成效是值得各国学习的 中国政府一直与国际社会分享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 经验和研究进展 同时中国政府还派遣专家组 携带医疗物资 前往其他国家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国的做法值得赞赏 我们知道中国有防治流行病的经验 中国告诉世界要协同合作 包括国家层面 政府层面 以及人民的权力支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战胜病毒 我们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贝多尔塔亚表示 在做好本国防控工作的同时 中国始终同世界携手抗击疫情 为世界抗疫赢得的时间 也为全球抗疫树立了典范 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克林贝尔表示 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力举措 以基本阻断本土疫情传播 中国加强抗疫国际合作 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积极贡献 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德方愿同中方加强互学互建 和信息交流 携手抗击疫情